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不倒涌》频道 今天是2024年8月15日第1325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 阿夜话,看着我都没用的! 在我们这一集正式开始之前在这里呼吁各位 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你们可以给个like 分享我这条片给你的朋友,还有订阅我这个频道 如果可以帮忙看完这些广告,在这里更加多谢各位了 我们今天看回恒生指数,收市的时候虽然是跌 但是真的跌得不多,跌了四点而已 现在的恒生指数是17,109点 那成交今天就好一点,但是肯定就不过一千亿了 今天就有879亿,所以都是很淡静的 不知道在等着什么了,因为今天我们香港 这个长和集团和这个长实集团都会公布业绩的 对我来说呢,我觉得是一件大事来的 因为他的走势啊,方向啊,业绩啊,和这个管理层的态度啊 都会影响明日后日的恒生指数的表现的 不过我们先不要理那么多啦 我们首先呢,回去看看这个美股先啦 昨天呢,我就什么都做不到 因为美股呢就不是说做得特别好,尤其是纳斯达克指数呢 就好像被人点了月那样,反而杜瓊斯指数呢就做得好些 但是呢,就升回了四万点呢,就其实呢就是没有什么方向感的 美国的通胀呢是温和地增长喔 听说在七月份的CPI呢,按月就增加了0.2% 按年呢,那个升幅呢就回落到2.9% 那就是说呢,已经是跌穿了3%这个市场的预期啦 那是一件好消息来的 所以也都是呢,这个2021年3月以来呢 第一次呢是回落到去3%以下 那那就很有机会呢就减息的啦 那七月份呢,这个核心的CPI呢就升了0.2%啦 也是符合这个市场的预期啦 那其实呢,而且这样来看的话呢 在这三年里面呢,其实反映通胀的增长呢 是有增长,不过是持续地向下行的趋势 那这一个呢,真是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呢,政府加息这个工具呢 是用得对,也都用得好,而且呢 现在是控制得好的 那有一个叫做美联的,美联署的善人啦 即是俗称啦,就是这个华尔街日报啦 那华尔街日报呢,他就指出了啦 他说7月份呢CPI呢 虽然呢,可以令到9月份要以息的情况之下呢 应该可以扫除其他的障碍的啦 那但是呢 我们也都知道呢,市场上呢 现在CPI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喔 他这么说,他说那什么重要啊? 没错啦,就是这个就业市场呢 才是重要的,因为最近的就业市场呢 就出现了呢,就转弱的迹象 所以9月份的焦点呢,就会集中呢 就应该是在研究中呢 到底是减4分1厘呢 还是减半厘呢? 他就减就减硬的啦 那但是是不是呢? 我都抱着怀疑态的啦 不过没所谓啊 加定减呢,对我来说呢 都是没什么大影响的 只不过我是想知道那个 杜瓊斯指数啊 或者纳斯达德指数啊 那个走势呢 会是怎样走的呢? 今晚呢 希望有多些东西看啦 因为昨天呢就悶了一天的啦 那7月份的CPI呢 的数据呢 就无助于这个联储局呢 决定那个减息的幅度 就是减就减硬 但是呢,就不知多少 反而呢 是取决于这个就业市场的数据啦 那所以呢 现在来说 这个月份又重要啦 也都去到呢 9月6日呢 也都会公布8月份的非农业就业数据 那到时呢 就知道9月份呢 到时真真正正会减多少啦 那如果我们温和一点看 减四分之一来的话 那市场上应该都消化了 消化了啦 如果是减半来的话呢 那可能有些动荡啦 不过这个动荡呢 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减息的话呢 始终会令到所有 这个借贷的成本的负担呢 是低了 那所以美股那边呢 是很直接的 应该在市场 在股票市场里面呢 就会立即反映到出来 所以我们尽管呢 慢慢再看下去 不过现在的美股的走势呢 似乎没有我们想象中呢 是那么恶劣的 但是 再观察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昨天呢 我们昨天呢 就讲开这个长江基建啦 和这个电能实业呢 都公布了业绩啦 那电能实业方面呢 我就没有什么着脈的 不过呢 都是跟长江基建差无几啦 反而呢 我觉得它在英国那边的业务呢 增长呢 就比长江基建好啊 不过长江基建呢 有个好处啦 就是在短短这半年里面呢 都应该呢 是有三单的收 就是收购活动啦 那加加万万呢 都过百亿的啦 那如果下半年 就是现在这段时间 如果还有一单的话呢 那今年加加万万 可能呢 都有百多亿 可能有百五亿 那其实如果 说到金额来说呢 都不算是差的啦 那亦都有些观众呢 反映了就是 哎呀 现在收购的大件事呢 不行的啦 因为呢 很容易被人发现的 那小小单的话呢 即小成多 咦 那也对的 不过呢 我就很有兴趣呢 想研究一下这个的 英国陆上的封电 这个资产呢 到底那个盈利率有多少呢 那根据呢 市场消息啦 瑞银呢 就这么说的 他说今次用35亿港元呢 收购了这个项目之后呢 估计呢 会带来1-2%的盈利增长 哎呀 很厉害 如果1-2%的话 那如果1%大概是4亿左右啦 如果以这个中期业绩来看的话 那2%会不会太多呢 如果2%的话呢 那这个生意呢 做得过啊 是不是呢 可以赚到 就是整个长江基建的2%的话 大概8亿元喔 不错的啦 那汇丰也都指出啦 他说呢 这一次呢 看下去的规模虽然比较小 但是呢 现在的目标的资产将会产生呢 是即时有双位数字的回报 哇 双位数字 那就是最少都有10厘的了喔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应该就不错啦 那希望呢 他真是大展红图啦 如果做得好的话呢 那就碰了啦 好了 另外呢 就是说的呢 他会在英国上市啦 那这个英国上市呢 在他那个通告里面呢 也有提及过呢 他说呢 本公司的控股的股东啦 就是长江 长和集团啦 就是一号仔啦 那他呢 可能会提供部分的股份呢 就拿去这个伦敦那里做买卖 我就说了啦 你又不是说重新集资 又不是说有新集资 那就是要搬些东西过去啦 那谁搬过去呢 那现在很明显 他就不会带我们小股东过去啦 那就是大股东他自己会过去先咯 那他过去呢 他就会带一部分的股票过去那边呢 就可能呢 做一下装那样啦 开头的时候做一下装 等大家 买买买买 那不知需求有多少的 那如果这样来说 是不是变相呢 这个一号仔在减持着 这个长江基建的股份呢 不过他拿着都几多啊 七十几个percent 所以呢 拿几个percent出来呢 我觉得影响就不大的 那而且呢 如果可以在英国那边呢 令到那些人垂清这个长江基建的话呢 那 另作别论啦 那今天呢 又好不幸啦 我下集又要做事啦 那些股票在太太手上啦 那所以呢 又不记得通知她喔 今天呢 长江基建的股价呢 最高峰的时候 升到上去五十七个三毛半 那收市都是五十七元 但是呢 我就没买卖过 所以呢 都是没得做的啦 不过不要緊 刚刚听到电台说呢 就说 喂 再可以大家多看一会儿喔 因为她在这个月的十八天呢 就是会在这个英国那边上市的 第二道上市的 她说如果一上市的话呢 是被人抢的话呢 有机会长江基建的股价会再高一点喔 那我说 哎呀 如果是这样就fit了 所以今天没卖出去呢 烟枝非福 不知道的 不如再等多一会儿啦 反正再多几天而已嘛 为什么等不到呢 那另外呢 有两位观众呢 说些东西呢 我都要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那第一个呢 就说啦 她说呢 离港出走呢 是放弃了一个机遇 那自尋平凡之路 那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啦 总之就是说 应该是说香港好啦 走就不是那么好啦 她说呢 你看看河东啊 怡和啊 赵世增啊 这些都是例子啦 是不是呢 缺少了这个祖国的照应啊 那容易呢 是被外人呢 就割鬼了你啊 那样等等的东西啦 她说 潮起潮落 李家呢 就罢了 就是不要提李家了 所以说呢 跟着李家成就呢 就不行的 如果有祖国照着呢 就会好些 咦就是因为她这番说话呢 就提醒了我 我今天呢 就是要讲这一样东西 就是阿爷呢 这一排身体都不是很健康的而已 哪里顾到那么多东西啊 她自己那么多子女啊 那么多孙啊 个个都要顾 顾你香港吗 是不是呢 那不过呢 这位朋友呢 她说的东西呢 是没有冒犯之意来的 啊 纯属是她自己的法师 所以呢 她说的东西呢 我们完全折纳的 那因为呢 每一个人呢 对这一样东西的看法呢 都有不同的 出走又出走好处的 不一定是差的 留在中国也都不一定好 都在哪里的 所以呢 这两题咯 另一位的观众呢 就可能呢 支持我的说法啦 就是把海洋公园里面的那个 熊猫馆呢 就是上市 啊 整一个叫熊猫ETF 啊 那就正了 对不对呢 到时呢又可以摆水啦 输了都是输过那些人买的而已嘛 又不关我们的事的 那起码可以反映到呢 我们这个熊猫呢 到底是不是那么值钱的嘛 现在海洋公园说要再请人呢 去照顾熊猫啊 所以呢 熊猫下来呢 他是来叹世界的 不是来挨世界的 反而我们香港人呢 就要挨世界啦 那也有一件事想说的 你知道啊 有些小孩呢 如果他没有信心呢 叫他上台表演的时候呢 通常他要做些什么呢 就是走着走着呢 就会轮回转头 看一看那个父母 跟着呢 再走着又再轮回转头 看一看父母 那看父母呢 会给多少鼓励给他 我们现在香港呢 就好像是这样的 哈 好没有信心的 那经常都要看着阿爷 看着阿爷 有鬼用吗 阿爷弄形的 都走都走不动了 对不对 那以前我们经常都讲的就是 中国好就是香港好 但是你要记住 这一句说话 只是讲了一个方向 一个direction 没有讲另一个 negative的direction 给大家知道 那如果中国衰 那香港怎样呢 现在就见到咯 所以呢 如果我们的经济呢 太过依赖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内地的话 喂 依赖得好呢 那真是负负得正 大家都上升 那当然是好事啦 但如果依赖得不好的话 真是衰起上来呢 无路可途呢 分分钟只有等死而已 所以我们香港 是不是应该自强不息呢 我相信要咯 但是说就容易咯 做就非常之难 所以今天呢 要讲一讲 不要讲我们香港 讲一下阿爷那边 有多么困难 人家都很多事情要搞 很头痛的嘛 第一单呢 要跟大家讲的阿爷的情况呢 就是 内地的奢侈品的市场呢 你也知道 中国一向都是一个奢侈品的大国来的啦 很多有钱佬呢 哇 当时的钱多到是用不完的 但是现在最近发现了呢 在中国市场里面呢 这些名牌的销售呢 根本表现是不理想的 包括我们知道的 比如什么LV KUJI 这些这样的爱马仕啊 这些等等的公司呢 那个业绩呢 都是差了下来的 那现在的人就在问 到底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呢 是短时间不买东西啊 还是转移了阵地去外地买东西啊 还是长期的因素 直接是怕了这个长期的因素 所以呢 直接是不消费呢 现在不知道啊 现在个个都在那儿断股 没有辛苦这样 但是内地的经济呢 其实是 其实呢 是持续呢 是没什么大改善的 所以消费者的转为什么呢 奉行这个叫做理性消费 那什么叫理性消费呢 对的 需要用的 真的贴实需要用的 才肯拿钱去买 而且呢 还要夹个夹 最靓的价钱 最好的产品才去买 那这些呢 就叫做理性消费啦 那跟以前呢 那种对奢侈品 那种的喝球啊 那种以往的阔出呢 现在呢 个个都引了手了 那加上听说内地呢 已经恢复了外游了嘛 那日本呢 的日元呢 又贬值啊 所以呢 就带动呢 差价方面呢 可能日本 在日本买更便宜些 还可以去日本玩 那何乐而不为呢 那譬如以这个LV为例呢 他说LV的第二季度业绩呢 是这么说的 他说呢 包括了中国以内的亚洲地区啦 但是就不包括日本啊 那销售额呢 按年呢 就跌了14% 但是呢 在日本本身的生意额呢 就反而呢 按年呢 就增加了57% 那就是说 这里呢 或多或少呢 都反映到呢 就是中国的消费者呢 可能选择了去日本那边呢 是买名牌 因为呢可能 款领又多又便宜 那为什么不去那里呢 那虽然日元呢 最近升值了啦 但是 回价的影响呢 仍然都觉得日本的牌子呢 是比香港呢 是比中国大陆呢 是便宜的 那所以就带动了这一个 的外向消费啦 那外向消费的话 就是对这个 里面的消费就没有了啦 对不对呢 那这个内循环就 已经是断纜了啦 那如果持续是这样的话呢 那内地那些高端的商场呢 就大惡啦 所以呢 就是这个 陈启宗的 这些商场呢 就死定了 这个行龙广场 那所以很多的高端商场呢 都要促销啦 那比如有个武汉 有个奢侈品的商场啦 就率先打起减价战啦 但是这个减价战一打开的话呢 就令到内地这个奢侈品市场呢 就响起警号啦 大家你减我减 不是一件好事来的 那另一方面呢 就说 中国方面呢 也都要求讲及这个 叫做共同富裕的 那你都知道啦 那内地的富豪呢 现在呢 就尽量都避免要再炫耀啦 因为呢 你炫耀得对自己有钱的话呢 就越麻烦 所以呢 就索性呢 趋向低调 就算有钱买都不买 那这样的做法呢 就是低调的处理啦 那有两间资讯公司呢 就这么说的 第一间资讯公司呢 他就说 现在的内地呢 面临一个宏观经济的环境的挑战啦 非常之大啦 GDP呢 增长佛力 那他说的啊 和这个消费者信心疲弱 所以呢 这些奢侈品呢 现在变成奢侈品 侮辱的形象 就是什么呢 如果带着奢侈品的话呢 就是被人家说 你自己不好啦 就是这些人呢 不知道搞什么的 还要带到全身名牌 所以呢 可能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些人都免得搞那么多东西啦 另一方面呢 另一个的咨询公司呢 亦都这么说的 这个共同富裕的运动呢 令到呢 内地很多人呢 产生到一个叫做 心理上的影响啊 那心理上的影响就是 辛苦赚来的钱 都免得被人共了去啦 你都不想被人共了去啦 所以他们呢 这些富豪呢 可能呢 一心想着呢 就是怎样想着 把资金呢 转移到外地的阵营呢 就令到自己呢 去保存回自己的财富 不要被人共富了 那这一个情况呢 都是令到呢 在中国里面 那个奢侈品的消费呢 是不断地萎缩着的 我们呢 也都去看一下呢 就是内地那边呢 有一些的 会计私留啦 那他们呢 做出一个报告呢 也都是提及了中国的环境 就是阿爷的环境呢 都不是那么好啦 那北马威中国呢 发表了第三季度的 中国 经济 那个观察的报告 那他呢 就指出第二季度啦 中国的实际GDP呢 增长呢 只有4.7% 就没有5%那么多 不过呢 顿翻云的话呢 上半年都还有5% 就是都叫做达标啦 那下半年怎样呢 那值得注意的呢 就是现在当前呢 这个需求呢 是仍然是不足的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很明显啦 所以经济下行的压力呢 依然都是这么大的 那预计呢 下半年中国政府呢 是会采取呢 更加积极的宏观政策的方向啦 那其实我之前都讲过啦 你要好像美国那样 因为美国一见到通了一声的话呢 他说知你是哪一个 总之呢 就加息加到你傻为止 那加到呢 控制到为止 那这些呢 是要用强力 要用暴力的方法 才可以做到的 那换句话来说 如果中国的环境是真的不行的话 你都要试一下要减息咯 要减多些咯 你再看下这些的话呢 你真是救不了他的 所以呢 但是呢 在这个经济的指标来看的话呢 7月份的制造业和商业活动呢 均是有所回落的 那就不是那么好了 对不对 即是在产能方面 已经不是那么好了 好了 另外在需求方面呢 就是上半年中国消费呢 已经呈现了这个弱势的啦 那这个弱势呢 可能呢 是会慢慢再继续下去的 那所以呢 由于呢 要刺激这个消费的政策呢 要不断推动啦 那 那么新质生产力也好 什么旧电器就 新电器换旧电器也好 这些呢 都是想推动那些人呢 是消费多些 但是 都要有钱才行的 如果没有钱 很难做的嘛 那不过 虽然说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 只有5%就好像差了些 但是呢 环顾来看的话呢 就是这么多个国家呢 要有5%的增长呢 都不是容易的啦 所以呢 如果说经济数据呢 全球增长呢 是最好的 但是 我们中国和香港的股市呢 原来呢 股市呢 的增长是最差的 甚至是倒跌呢 越来越紧要 等一会儿呢 再和大家补充一下 你们就知道的啦 我现在呢 我现在呢 才知道什么叫催仗 和什么叫对牛弹琴啦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呢 你看看这张图啊 是今天才在明报那里看到的 就是说这些建筑师商会呢 就促请政府呢 就开启一些 以前曾经暂缓的工程啦 因为呢 这一排真的很不行啊 为什么不行呢 人家已经写了信给你了 那你听清楚啦 有人写信给政府 政府也有回复 哇 两个答法呢 非常好 好过眼的 总之听完之后呢 你会笑餐死的 我觉得啊 不过呢 笑中有类的啊 因为呢 近日呢 传出呢 就多间的建筑师行呢 就面对经营困难啦 甚至可能要裁员 甚至可能要是放无薪假期啦 那这个建筑师事务所商会的主席 这个叫做刘榮广呢 呢 就已经写信呢 就被这个发展局的啦 的局长 那就跟他说 承认啊 记住是承认呢 是承认呢 业界面临这个困境啦 那他就指出啦 这个环球啦 和本地经济不景气之下呢 本地也好 内地也好 项目呢 已经是少得很紧要啦 就是说香港没卖食都不紧要 他们都不只是留在香港 他们都回大陆卖食的 但是大陆都没卖食 那一刻才大事嘛 所以呢 不少的建筑师行呢 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裁员潮的啦 那他说呢 在信中说呢 就是说 现在已经处于一个 挣扎求全的临界点 就是说呢 已经离死不远的啦 那所以呢 就希望政府可以推出更多 外判的顾问合约啦 或者是将以前那些什么 重启一些以前暂缓的项目呢 现在呢 就可以加快呢 就外判出来啦 让业界呢 就真的不要没东西做咯 可以度过难关咯 那写呢 就写得很真诚的啦 也都很悲哀的啦 那你猜一下 这个发展局怎么回复它呢 听清楚啦 发展局呢 这样回复的 他说哎呀 相信呢 这个建造业界呢 反映了有企业生意下跌啦 燃金周转不来啦 这些只是一个短期的情况来的而已 形容呢 现在随着这个大围经济呢 逐步改善之下呢 政府又持续投资 业界的前景呢 依然是一片量力的 哇 死呀 人家都说你快要死了 他还说是量力的 那局方呢 重新这样讲啦 他说 其实我们在财政预算案方面呢 在2024至2025年到呢 已经说了 未来五年呢 每年都要投放900亿的嘛 那所以呢 和过去的五年比较的话呢 每年只是投放170亿的话呢 其实已经多了17%啦 喂 你这个预算案而已嘛 大哥你不会缩的吗 每年900亿你自己说的 预算而已 你分分钟缩的嘛 那如果缩了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不说 是吧 所以呢 这个刘先生呢 都被他吹到啪啪声了 他说哎呀没有办法啦 我们现在的业界呢 自从2019年的新冠病情之后呢 那 想着这个环境呢 就会好些啦 事实上是没有的 即使撤立呢 对这个经济的帮助也都不大 那内地市场呢 这句话我圈着他 就是用红色字 他说内地市场呢 是淡静德呢 工作机会呢 是几乎不存在的 几乎不存在 他已经说得好听了 其实就是零的意思了 差不多 那他说呢 不只是我们香港不调 是内地都是这样 他们都很难在那里找食的 所以你就见到咯 阿爷是不是很痛苦啊 当然是痛苦啦 还有一个痛苦啊 还没说啊 这个数字 就是这个人民银行也都公布啊 今年首七个月啊 新增的贷款呢 有十三万五千万亿元的人民币啊 他说以此推算的话呢 其实七月份啊 那个贷款增长只有二千六百亿而已 是创出十五年来的低位啊 远顺于预期啊 那些人不会借钱的啦 没有钱借也都不够胆借的 他说还有七月份的社 这个社用的规模呢 也都达到七千七百亿元啦 你以为很多啊 不是哦 也都是远低于预期哦 那你见到啦 人民银行公布的业绩 或者是这些这样的数据 你都可以看到 在中国方面 现在阿爷都很头痛的嘛 哪里顾得上你啊 这里呢 有两张图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的 第一张呢 就是这个上海的上证指数 那个变动啦 另一个下面呢 就是我们香港的恒生指数的变动啦 那你见到呢 上证指数呢 在这个2007年的十月份呢 已经是创了高峰啦 那当时呢就是五千九百五十九点啦 那现在只剩下二千多点啦 其实呢 已经跌了一半的啦 跌了大概是五十一点八个百分点啦 那我们香港呢 当然啦 跟着阿爷走的嘛 那阿爷衰是大家齐齐衰的啦 不过呢 就好一点点啦 那我们的恒生指数的高峰呢 就在这个2018年 就是呢 迟他十一年呢 才发生 当时呢 就升到三万三千二百三十三点的高峰 但是从高峰跌下来 现在这个水平呢 近日这个市场好一点啊 所以呢 就大概呢 那么多年来的跌幅呢 加上呢 就大概跌了呢 是四十八点五个百分点 但是你记住喔 我们呢 是在2018年到现在呢 就是短短六年之间呢 已经跌了一半了喔 你想想这个跌势呢 是不是很急呢 所以呢 我环境当然是差的啦 不过呢 也有些奇葩出现的 其中一个奇葩呢 就是在这个观塘啦 有一个巨人气的 叫做什么 红茶冰室喔 那听说呢 今天呢 就要正式结业 那为什么要结业呢 因为这个分店呢 原租呢 就五十六万多一个月租出去的 谁不知呢 这个业主既然敢死为加价喔 哦 加租没问题 加到六十万 你真的不需要 那人家当然觉得 计算过一条数 六十万租金 压力很大的嘛 食之无味 那唯有结业咯 那不要紧的 有些人都说啦 在市场上大把铺 是这个业主心红而已 那就看看这个业主 可不可以真的六十万租出去咯 如果他租出去的话 那我们就说他叻咯 但是如果你做生意 比如这个红茶冰室的话 如果租不到的 不可以逐租的 我也觉得不应该可惜咯 因为六十万加上其他东西 其实是很辛苦的 做这些茶餐厅 钱就未必赚得多 但是压力大嘛 所以我们香港现在呢 真的不可以再靠阿爷的了 我们呢 求人不如求己啦 其实我的想法咯 如果我们可以闭关一个月 就是说呢 不让人上大陆玩一个月的话 那不知道有什么结果呢 会不会呢 就是我们香港的经济好一些 接着深圳那边就会惨很多呢 其实真的想做一个这样的事 那当然当然不能做啦 是不是呢 那说真的啦 我们香港是我们悲观而已 有很多官员 好像刚才那个发展局那样 那得得多好是不是呢 所以会不会是因为我们觉得悲观呢 可能他们看到是未来是一片好景 是我们不知道呢 那就要问波波啦 因为波波的笑容这么亲切呢 令到我们大家都好像很放心那样 好了 这一集就说到这里为止啦 多谢各位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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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